嗨 大家好 我是阿森 那一说起隧道的灵异传闻 像以前我们就曾经去过 日本九州福岗县的选民隧道 大家有印象吗 我记得当时我从隧道正面 被堵住的大石块翻进去了以后 就发现隧道的另一端 是完全被堵死的 那走在那样的一个比较原始开招 两端被堵住 而且比较密闭的黑暗环境里面 的确非常的压抑 总感觉到周围有什么东西 自然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 当然除了像全民隧道以外 国内外的这种隧道的灵异传闻 或者说是灵异事件 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那这些隧道的灵异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 好像都有一种比较相似的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不管天灾也好 人祸也罢 当这些灾难发生过后 总会有奇怪的事件围绕在当地 甚至还有人看到过 当你听到这些奇怪的传闻以后 就会既好奇又会害怕 我时常都会想 那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一定是假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会不自觉地把它列在我的计划的行程表当中 那就像今天我们要去探索的一个曾经真实发生过的隧道惨案 据说那一次的事故发生过后 居住在隧道周围的那些居民 他们偶尔会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因此灵异事件也就被传开了 那这就是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 国内最有名的奶奶包隧道 米安 关于奶奶包隧道有鬼的传闻 也许很多朋友没怎么听说过 原因就是时间相隔比较的久远 相关的报道也并不多 再加上很少有人会提及到这个事件 所以自然就有一点销声匿迹的感觉 那这个事故在当年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一场大新闻 事件大致的一个过程 就是大约在80年代初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四川成坤铁路线有一个路段 叫做栗子伊达沟 这里突然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泥石流 然后约莫把百米多长的栗子伊达大桥给冲毁了 然后有一辆客运列车 恰好正行驶在这一个轨道线上面 并且慢慢的接近这一个大桥 因为事发比较突然 列车站的工作人员希望通过电话 紧急联系上火车长 然后让他停下来 但非常蹊跷的是 怎么联系都无法拨通 快到半晚的时候 火车快速的驶入了奶奶包隧道 由于这个隧道 它的内部是弯曲的 看不到前方 一直到转弯结束以后 火车司机才发现 隧道出口的桥墩 早已经被泥石流给冲垮了 而且还有巨大的石头 不断的在往下滚 底下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 由于情况比较紧急 它慌忙之下便立马拉了制动 但是由于此地段是下坡 再加上车速比较快 最终没能杀住 便亮成了这一次悲剧的事故 后来据官方统计 这次事故一共造成了200多人 死亡或者说是失踪 从此奶奶包隧道的灵异的传闻 也从这里开始了 好冷 我估计室外的温度 最多也就是2到3度左右 而且风还特别的大 你看现在我已经来到了 奶奶包隧道的旁边 它就在对面那个地方 现在看上去 周围有很多的大石块 这不知道是不是当时那些泥石流 掉落下来的时候 遗留下来的 看上去真是还蛮巨大的 而当时那个火车 就是以每小时 40到50公里左右的时速 从这个隧道出来以后 立马就掉落在了底下的大渡河当中 你看对面那个大渡河 波涛汹涌 非常的恐怖 虽然现在桥面已经不见了 但是可以清晰看到 这两座巨大的桥墩 仍然屹立在这个地方 而这也是当时的事故发生地 其实这个地方 它是在一片峡谷当中 你看对面有很多的大山 而且周围还有一些工厂 对面是一个水泥厂 那边还有一些踩石厂 那那一次事故 因为有安全隐患 所以铁路部门就在奶奶包隧道 不远处 我估计应该是那个地方 又修建了另外的一条隧道 也就是栗子伊达隧道 大约是在1984年的时候 通车以后 这个奶奶包隧道就彻底废弃了 从此以后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隧道 据说很多工人在周围施工的时候 常常就能听到隧道里面传出来的 失心裂肺的好叫声 或者说是哭泣声 甚至还有人在晚上的时候 能看到大堵盒上面 有人漂浮着 真是非常不可思议 如果你说一到两个人看错了 那也许就罢了 但频繁的怪事 接二连三地上演 从此以后 奶奶包隧道的灵异事件 也就真的传开了 你看 一般有故事的人 或者说是有冤魂聚集的地方 一般来讲 冤气或者说是阴气 都会比较的重 所以这个地方闹出过不少的灵异事件 看来也并不是空雪来风 而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 大约是晚上六点左右的时候 火车从这里冲下 掉落到底下的大渡河 你看现在是五点一刻左右 那我们也等到六点左右 进入到这个隧道里面去 一探究竟 现在因为是冬天 所以这个天黑得比较快 五点钟左右 我感觉天都快要黑完了 不知道一会儿 晚上我们进到这个隧道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就 待会儿见 好吧 时间已经到了 哇 这里依然特别的冷 你看现在已经是六点一刻了 我多等了一会儿时间 因为我就是想看到底有没有人会从这个隧道进出呢 结果等了这么长时间啊 没有任何人会从这个隧道进出 只会有一些摩托车的当地的村民吧 他们会走这一条路呢 盘山上去 有可能上面是他们的住家 然后我刚才就找了一个当地的村民啊 我就问 平时有没有人会进这个隧道 他就跟我说 没有人的 这个隧道废弃以后呢 很少有人会去到这样的地方 那现在已经是六点过了 那我们就一块儿进入这个隧道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听到传说中的那些声音呢 走 还没有进去 就是一股阴风 这里有一户人家 不知道有没有人 你看这就是当时火车出来以后掉落的桥墩 哇 真是特别的高啊 对面的桥墩 非常的粗大 但是一旦泥丝流从上面 滑落下来以后 这就是当时掉落下来的那些巨石块吧 你看 非常的巨大 当这些东西掉落下来的时候 火车简直不堪一击 现在下面应该是有 有像农田或者说是农场一样的地方吧 看对面 那这里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了 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隧道里面去 这一户人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啊 如果有人的话 那住在这一个事发地也真是胆子够大的 你看这上面奶奶包隧道非常清晰的五个大字 站在这里啊 有一种怎么说呢 伸手不见五指 完全是一种未知的恐惧 好吧 走 嘿 在下一集中 阿森会进入奶奶包隧道 漆黑的隧道中一片死寂 就像没有尽头 巨大的强风穿梭在隧道 阿森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不知道通向了哪里 看上去也是特别的荒凉